大家好,我是下妈 今天分享用猪肉和面粉做出来的经典美食 舒适鲜肉月饼,整层酥脆 喜欢大家可以试一下 全过程我会详细讲解 先来制作油皮的部分 普通面粉200克,盐2克,清水80克 搅拌成面絮状之后再加入猪油60克 这个猪油是刚刚中午炼好的,所以是液体状态 给它搅拌成面絮状之后揉成比较光滑的面团 搓出手套膜 盖住保鲜膜,饧30分钟 接下来做油酥的部分 普通面粉100克,猪油50克,给它搅拌在一起 揉成面团之后,盖住保鲜膜,饧30分钟 接下来做馅料的部分 准备肉末,榨菜粒 料酒,生抽,蚝油 加入食用盐,椒盐 葱花,一点白糖,一个蛋清 搅拌上镜 盖住保鲜膜,腌制入味 油皮饧好后,直接缩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用保鲜膜盖住,防止风干 油酥饧好后,也是缩成长条 切成同等份的剂子 再把油酥包进油皮里面 包好后,收口朝上 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再卷起来 这个是第一卷 盖住保鲜膜,饧15分钟 15分钟后,卷横朝上 再擀成长条,卷起来 静置15分钟 混取粉,加少量的水,调成硬花 静置好后,我们把中间稍微整开一点 再把两端收紧去,擀成薄片 包入馅料,再像包包子一样 给它折叠起来 收口捏紧 准备一个漂亮的八角 咽上红取水,印在生皮上面 预热电饼铛,把生饼放进去 盖上盖子,中火焖5分钟 翻面,盖上盖子,再烙5分钟 之后我们再开大火,不停的翻面 两面受了均匀的烙制,直到表皮变白 按捏有这种酥脆感就可以了 用烤香烤的话会比较好看 但是这样烙出来的话呢,非常的香 可以看一下,层层酥脆 喜欢大家可以试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夏妈,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